大家好,今天的中国历史名将系列为大家讲述的名将是 平定隋州白铁鱼造反 镇压突厥阿什纳古堵路叛乱 威名于边塞的唐左萧卫大将军陈悟挺 陈悟挺,明州平恩县人 唐朝时期的名将东夷都护陈明镇之子 陈悟挺年轻时曾经跟随父亲陈明镇征战 以国感有力闻名,被任命为右领军卫中郎将 调路元年,公元679年10月 禅于都护府东突厥酋长阿什纳德温副 阿什纳奉执率部返唐 立阿什纳离属服务为可汗 威胁唐朝北疆安全 11月,礼部尚书兼简孝右卫大将军裴行简 奉命率军出征 时任西军简孝丰州都督的陈悟挺率部相随 勇隆元年,公元680年3月 裴行简大军在黑山击败叛军 俘虏了阿什德奉执 被立为可汗的阿什纳黎淑仆也被部下杀死 此战维护了唐朝北疆的安全 唐军回师后,突厥六万骑兵围攻云州 陈悟挺与戴州都督斗怀也率部将其击败 勇隆二年,公元681年正月 突厥又发兵攻打援州、庆州等地 恰逢突厥阿什纳弗念自立为可汗 与阿什德温父联兵反唐 进犯唐朝边境 定相道行军总管李文简 曹怀顺、斗义昭等将领相继打了败仗 朝廷命令礼部上述裴行简讨伐 任命陈悟挺为裴行简的副将 仍兼任简校丰州都督 起初,阿什纳弗念驻扎在金山 后来留下了他的妻子 以及军中资重于金崖山 轻率轻济南下欲偷袭唐军曹怀顺部队 裴行简趁其后方空虚 机命副将何家密自通莫道 陈悟挺自实力道 率军突袭突厥崖崖杖金山 阿什纳弗念发现丢失了家小和资重 因而大惊又逢军中流行疾病 只得北走细杀 裴行简急令刘靖同 陈悟挺率兵追击 困境中的阿什纳弗念密奏请求 捉拿阿什德温妇负罪 裴行简对此表示保密 并答应降后不杀 但阿什纳弗念却又犹豫不决 结果唐军追至 阿什纳弗念走投无路 只好抓着阿什德温妇 走小路前去裴行简处投降 中书立颖裴炎认为 阿什纳弗念是畏惧陈悟挺的兵士而投降 不是裴行简的功劳 因而将阿什纳弗念诛杀 提拔了陈悟挺为右五位将军 封为平原郡公 永存二年 公元683年 隋州城平县的部落纪白铁鱼 率众盘踞在陈平县反叛唐朝 自称光明圣皇帝 设置百官 然后率领布重 进攻隋德县 大兵县 杀掉了唐朝官吏 焚烧官府房屋 唐高宗任命陈悟挺 与下州都督王芳毅 共同出兵讨伐 陈悟挺攻拔城在 活捉了白铁鱼 将这次叛乱平定了下去 因攻身为左宵卫大将军 简效左宇宁军 东突厥首领阿什纳弗念 阿什德温父战败被秦后 阿什纳古朵又召集于众 自称可汗 再次起兵反唐 唐军连续作战皆失利 唐朝一度欲放弃封州 因封州司马 唐修景的坚持不费而止 宏道元年 公元683年11月 武则天任命陈悟挺 为善于道安抚使 昭讨阿什纳古朵路等人 同年12月 唐高宗去世 太子李显继位 侍卫唐宗宗 但国家大权 一直有武则天把持 唐高宗在临终时 曾下诏令裴颜辅佐太子 四圣元年 公元684年正月 唐宗宗继位后 准备封他的岳父 韦玄珍为侍中 又准备给他的 儒母的儿子 封为五品官 裴颜利剑认为不可 唐宗宗心里很不高兴 他对左右说道 我就是把天下 让给伪玄珍 又有什么不可以 何况区区一个 世中的官位 裴颜德之后 心里十分恐惧 便和武则天 共同制定了 废掉唐宗宗的计划 二月 武则天与前元殿召集摆官 裴颜与陈悟廷 中书侍郎刘一芝 张余茂带兵进宫 宣布了武则天的诏令 废唐宗宗为奴陵王 同时立豫王以旦为底 视为唐瑞忠 但正式皆由武则天裁决 由于陈悟廷在此次宫廷政变中有功 武则天临朝听政 多次赏赐陈悟廷封其子 陈其之为上臣奉裕 陈悟廷请求将官职封给他的弟弟陈悟中 武则天也加许了他 下至赞美 于是封他的弟弟 元州司马陈悟中为太子先马 光宅元年 公元684年7月 阿什纳古堵路等率军攻略朔州 杀掠百姓官吏 陈悟廷率军将其击败 9月 武则天任命陈悟廷为山余道安抚大使 都军已被突厥 陈悟廷善于安抚统律部下 在军中威信非常高 每逢作战 部下无不尽力 突厥对陈悟廷也非常的忌惮 文其名便相继逃走 不敢犯边 唐瑞忠继位后 武士集团推行检除一己之策 使得李唐的宗室和清静的臣鸟人人自危 因此一大批大臣暗中联合起来 其中包括李继的孙子梅州次使英国公李敬叶和他的弟弟周智令李献球 几世中唐之旗 长安主播洛宾王 詹氏司职杜求仁 以及被罢免了御史职的魏斯温 众人汇集于扬州 各怀怨恨 遂密谋决定 以匡父庐陵王为号召 讨伐武则天 于9月29日 拒扬州起兵 武则天闻讯后 曾问及于裴言 裴言则说 天子已经成人 却没有轻振 才让小人有造反的借口 如果把曹正还给天子 判军不用讨伐 便会解散 武则天大怒 当即逮捕了裴言 陈务庭得知裴言被捕后 便上书武则天 为裴言请罪 武则天对此十分不满 加上陈务庭 与唐之旗 杜求仁的关系很好 有人便趁机诬告陈务庭 说他与裴言 还有李敬业等人 暗中勾结 图谋犯上 武则天也想趁此机会 剪除异己 便决定除掉陈务庭 12月26日 公元685年2月5日 左阴阳将军裴少爷 将陈务庭云军营中问斩 并诸年全家 可怜一代名将 就这么被冤杀了 传说突厥人听闻 陈务庭死后 喜出望外 欢夜相庆 但对陈务庭却非常敬佩 为其建立了祠堂 每次出师征战 必先来爱此祈祷敬拜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 请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